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 兼具建筑 网络通信 信息家电 设备自动化 及系统 结构 服务 管理为一体的高效 舒适 安全 便利 环保的居住环境 与普通家居相比 智能家居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功能 提供舒适安全 高品位且宜人的家庭生活空间 还由原来的被动静止结构 转变为具有能动智慧的工具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换功能 帮助家庭与外部保持信息交流畅通 增强家居生活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为大家介绍 智能家居将会给我们的家居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智能家居只需要你身上装一部手机 那么不管人找到哪里都可以远程的控制 家里边所谓的家用电器 那我如果说现在回家呢 那除了我用钥匙可以把这把门锁打开之外 我手机也可以把这把门锁打开 然后本地的输入密码或者说指纹 刷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 都可以把这把门锁打开 当我打开这把门锁的时候 整个系统呢它自动跳回到这个回家模式 那么我之前设定好的灯光窗帘它自己去打开 那么进门之后就不用去没着黑去开灯关灯了 当我们要出门的时候也不需要去一个灯一个灯去关 只需要轻轻点一下这个离家模式 那么我们的灯光窗帘全部都会电器全部都会关闭 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家里边说的 家用电器就不限制你任何的品牌型号 都可以远程的连络到我们手机当中 用手机来远程控制 在家中只需一个遥控器就能控制家中所有的电器 每到晚上所有的窗帘都会定时自动关闭 入睡前当你出动晚安模式 就可以关闭室内所有需要关闭的灯光和电器设备 那么当我们长期外出时 智能家居系统又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长期在外的话 对家里边的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比较担心的 那有了我们的安防系统的话 那么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在离家情况下 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 如果说有人从外边把你的窗户打开了 那我们的手机上会立马有一个报警信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来打开自己家里边的监控 来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很多家里边厨房都装有燃气切断阀 但是大多数呢 它都是一个本地的一个报警 像我们的燃气切断阀 它除了本地可以报警之外 它手机如果说家里边没人 那么它家里边一旦厨房燃气泄漏超标的话 它手机上立马会有一个报警提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第一时间的发现情况 第一时间的进行处理 不仅如此 智能家居系统还可以在我们外出时 通过远程遥控对宠物进行喂食 以及通过智能浇灌系统 对家中的草坪绿植进行灌溉 这就是智能家居 它优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帮助人们更为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智能家居系统就会进入千家万户 成为家庄必不可少的选择 这就是智能家居系统就会进入千家万户了 这就是智能家居系统就会进入千家万户了